高委員好 部長請問現在除了龐石艦之外 康定艦跟岳飛艦上面有沒有發燒的例子 目前他們兩個艦是沒有確診的 完全在這個航行途中都沒有任何就診、確診或發燒的案例 是都沒有確定嗎 高委員我確認一下我海軍副司令 我們今天一整天在這裡 是另外兩條船有沒有發燒案例嗎 剛剛部隊有沒有發燒案例 剛剛部長說沒有啊 到底有沒有 確診沒有 我這邊有一張列表 後續都可以提供委員這邊參考 是 磐石艦的發燒是五位 磐石艦 康定艦的發燒有一位 岳飛艦的發燒 我們現在所看到 看診的 看診的是有兩位 所以康定艦跟岳飛艦上面 也有發燒的案例 也有三例是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發燒案例 有沒有可能也是這個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狀況 跟委員報告 他們都經過了那個採檢 目前都是陰性 康定艦跟岳飛艦 事實上除了發燒之外 並沒有這個確診的案例 是這樣子 沒有沒有 但是有發燒的案例 航行期間有發燒的案例 好 那今天整個過程中 大家質疑的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誠實面對 那誠實面對的狀況就是說 如果有發燒的話 就要立刻訪航 那當時這個 我們的支隊長說 他有報告、回報有發燒的案例 那有回報為什麼沒有立刻訪航 涉及到 跟委員報告 那個 現階段 這個支隊長說 今天早上訪問的時候 有提出來說 他有做回報 那也有委員提出來說 我們應該要詳查 他回報之後 後續的一個處理 我們那當時也是跟其他委員講 這個部分是我們之前 沒有 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你們在做懲處 你們在做報告之前 你們有沒有問過支隊長 有沒有問過支隊長 有沒有回報 因為你們對外說 你們是收到比對醫官的看診資料 並未顯示發燒 然後支隊長沒有回報有發燒的案例 所以你們懲處支隊長 也是支隊長被調離的原因 也是你們在立法院回答說 艦上官兵都是健康的由來 就你現在說支隊長今天回報有一個發燒案例 你是今天才知道要再去確認 如果說到現在國防部對於整個調查 都是這樣子糊弄的態度 那我們要怎麼相信你今天在這裡所說的每一句 報告委員就是因為沒有看到回報的紀錄 所以我們就 所以我剛剛問 你有沒有問過支隊長 支隊長如果之前跟你說沒有回報 所以你懲處他 那代表你有之前有問過 你有求證 你是今天第一天才聽到支隊長說他有回報嗎 支隊長之前你們都沒有問過他嗎 因為在檢疫所不能夠強迫他 我們比較尊重他的意願 所以你們之前問他是強迫他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今天早上問他說是強迫的狀況 他才這樣回答嗎 報委員我跟您報告 我們在紀錄上面 我們的統計的紀錄 五個五個那個發燒的案例 我現在問你你們之前有沒有問過支隊長 他有沒有回報發燒的案例 我們是就現有的 所以你們從來沒有問過支隊長 收到的文 好 就是我們收到的東西 所以你們在調查報告 在懲處之前從來沒有問過當事人 從來沒有問過支隊長 文件上面沒有發燒的案例回報 對 所以你們沒有問過支隊長 你們就懲處了支隊長 你們不了解整個狀況 你們就拿底下的官員先記起 今天大家要問的是 你們國防部的長官們 要不要負起責任 不是只是叫小士兵出來擔 難怪今天支隊長講到哽咽 講到說他愛海軍愛國家 用生命來保證 只有你從頭到尾調查 你沒有問過當事人 沒有問過支隊長 沒有問過整個艦上的情況 今天大家要問的是 今天不是推卸責任 而是你國防部 願不願意擔起這個責任 你們有沒有重視這些 在船上的官兵的安全 你知道羅斯福號 在3月24號就有人確診 那個艦長擔心船上的士兵 所以披露媒體 因此被辭職 當時我們的敦目艦隊 還在海上航行 國防部有沒有去重視 有沒有立刻想要去了解說 那我們敦目艦隊上這些官兵們有沒有類似的狀況 會不會也發生確診 然後你們告訴我們說 回來之後衣冠才知道受決 失去這個味覺這些是這個有可能的狀況 可是我們3月30號這些士兵們就開始失去受決 而且我告訴你 在台灣第一個失去受決異常的案例 境外一路第一個是3月8號發病 3月17號確診 本土感染第一個案例是3月30號發病 4月2號確診 而我們這些官兵們3月5號就出行了 代表說這些官兵們不是在台灣被感染的 他們是在境外被感染 但是帛流卻全部都是陰性 代表在中間25天 我不知道他們是魯冰遜漂流記還是少年拍 這25天他們到底去了哪裡 這25天裡面他們所去進行的機密任務 就是他們可能被感染的來源 有沒有這個可能 部長 25天在海上 在海上都沒有在別的地方 沒有 因為早上你接受我們主席的質詢 招委的質詢的時候 你有說3時這中間有去別的地方進行機密任務 你早上是不是這樣回答的 沒有錯 他在海上是執行我們的軍事訓練 您說有機密任務當然有去其他的地方 您早上是這樣回答的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所謂的地方怎麼界定 如果是國家他沒有去 原來有去其他的國家沒有去 我們取消了 您早上怎麼回答招委的 這個地方是海域 是海域 海域 都是海上 在海上的其他地方 所以在海上有進行交流 沒有交流 就是探勘 海上的交通線 海域的一些經營 戰場經營 或者是一些寒道 還有補給線的一些勘查 所以 他跟委員這樣說 其實沒有去停靠任何的國家 或者跟其他的 剛剛委員所講的 國家或什麼做交流 所以早上您說這二十三天 這二十五天裡面 當然有進行機密任務的這件事情 您現在誰也要推翻嗎 我沒有說要推翻 你說也有去其他的地方 這件事你也要推翻嗎 現在是這樣嗎 沒有 這個是解讀 我一直在強調跟委員報告 沒有去其他的地方 就是講的是這些國家 我們都沒去了 但是他在海上二十五天 他還是在航行 他還是在航行 那航行他是做軍事訓練 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們防衛作戰的一些需求 但是沒有跟其他的一些交流 一些活動是沒有的 好 因為我剛剛告訴你 我們在出航的3月5號 到他回國這之間 台灣都沒有境外一路 秀味覺異常的狀況 所以他一定是在境外被感染的 那境外如果是帛琉 不可能帛琉零確診 在當地都沒有這樣的狀況 就我們自己突來的懶了這個病 所以這中間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而這其他的原因就有可能 就是你們如果有進行機密任務的地方 這可能就是來源 而我們的國防部 如果知道有這樣子的狀況 中間有出機密任務也有可能感染 卻沒有把這件事情當做一回事 來好好的做檢查 甚至也知道有秀味覺異常 這個狀況有這麼多例 幾乎全部都是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既然完全都沒有處理 在這樣子的輕忽 甚至剛剛也提到了 你們也沒有依照這個抗案之後 要隔離14天的標準 就這個部分 完全沒有請教疫情指揮中心 國防部自己決定 抗案之後 5天就讓這些士官兵就地解散 這樣子誰要來負責 報委員 剛剛也請警官署副署長說了 我們要抗案之前 這些檢疫的規定 這些規則 我們是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就比照農委會 漁業署外籍漁工入境的檢疫 就30天 就是完全按照CDC的一個標準來做了 那它不是6天 它就是30天 經過檢疫之後 當我們的檢疫小組 所以你們有問過CDC CDC說可以下船了 是這樣嗎 沒有 就是按照這個標準 CDC的標準是入境時 船員體溫量測 發燒咳嗽症狀 判定沒有疫狀的才可以 如果只要有這樣的症狀 就要原船檢疫14天 而我們的士官兵在這個時候 幾乎已經出現了 5例以上 類似社會決異常 發燒等等的症狀 但是你們有通報CDC嗎 有通報有這樣的症狀嗎 你們有給CDC來判斷說 如果有這樣的症狀 要檢疫14天 要在船上繼續隔離嗎 還是你們沒有通報 你們只說我們回來這樣 超過30天就可以下船了 你們有沒有把這個症狀告訴CDC 入港的檢疫 就完全按照跟委員報告的 按照CDC的一個標準規定 作為來做 好 謝謝 好 謝謝主席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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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